欢迎收看《头家来开杠》 我是许中江 社会治安越来越差 到底是谁造成的 因为不满被开罚单 那么英明男子竟然砍杀警察 更离谱的是 法官裁定凶贤30万交报 引发警戒强烈不满 而上个月发生酒驾撞伤警察 撞到警察要截肢变成残废 那么肇事者也是10万元交报 传出都是同一位法官 到底是法官的问题还是法条的问题 为何警察的生命这么不值钱 而法官的裁定 是不是纵容治安败坏 但是澎湖消防员宰杀绿西龟 却被收押禁见 那难道警察生命不如绿西龟吗 台湾的司法是不是陷入错乱 另外华航传出秋后算账 又扯出监委介入官说 华航为何风波不断 还有立委孤立雄 举办的毒品医疗潜质化公厅会 被民罪炮轰 是毒品除罪化 有简化扭曲的问题吗 相关问题我们今天详细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 主持人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文创委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还有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先来看 昨晚一名无姓男子砍杀 正在执勤的远警张家逢 那目前在家务病房观察 而砍人的嫌犯呢 法院竟然让他30万元交报 引发民众不满抗议 来看VCR 很新凯枪远警的嫌犯吴志正 深夜以30万元交保 一走出新北地院 双手合十下跪道歉 但尽管痛哭忏悔 还是平息不了外头民众的怒火 一名灰衣男子冲向前 朝他头部猛K好几拳 被旁人架开 吴志正趁乱 在儿子的护送下离开地院 直现场还来了30几位 愤怒的警察大声抗议 警察要尊严 知道砍杀同仁的凶手 只用30万交保 警戒强烈不满 回顾前一天下午4点 吴志正因为不满 一天被开了6张罚单 便拿出菜刀 对一旁远警用力挥砍 远警在地上爬行 不断逃命 嫌犯还是不肯罢手 一刀又一刀 两方僵持之后 嫌犯终于松手 相信远警死里逃生 左手左肩还有左胸 伸中七刀 送医急救 讯后检察官申请羁押 但法官认定 嫌犯犯后自行投案 没有逃跑之余 裁定30万元交保 引发各界哗然 检方也提出抗告 还罕见的痛批法官无感 我想我们新北地监处 全体的同仁 一定会做警察的最大的支柱 我们会加强收证 给他最重 然后最确实的绳子预法 我们对于他的台阶内容 我们会提出抗告 检院罕见护杠 除了提出抗告 三号中午又再将吴智展 押到新北检讯问 下午再次召开鸡押亭 只见吴智展一点疲惫 有儿子陪同出庭 现年56岁 过去是保龄球国手的他 擅长蝴蝶球 在东亚运拿过两面金牌 现在担任铁板烧厨师 手劲强大 却拿来砍杀远警 注下大错 好 我们看到 今天最新的社会事件 即使被开罚单 可以这样砍警察吗 那么更离谱的是 法官裁定30万元交保 台湾是没有法律吗 我们来看这个离谱的状况 就是说这两天 接连发生这个砍警 还有酒驾撞警察事件 都是遇到同一位法官 我们看到就是 今天发生的事件 那么这位吴贤 不服这个警察 开围庭的这个罚单 就拿菜刀猛砍 这位远警张家冯 那么检方申请羁押 法院就裁定30万元交保 我们看到这法官 叫做王错光这位 那么这位法官 同样在上个月 也曾经发生 就是说7月16号的 这个酒驾撞警 那么一位警察 遭到无照驾驶的 这位陈女酒驾冲撞 那么远警陈昭宏 紧急之后截支了 那申请羁押的情况 也是这位法官 王错光裁定 10万元交保 好 感觉上 砍警察 撞警察 那么通通都是 几十万元就交保了 我想请到瑞德哥 台湾是没有警察吗 还是法官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么离谱 那社会还有公益吗 今年5月20号的时候 在总统府前面 小英总统 他在进行 他的总统文告的时候 讲到司法改革 因为人民最有感 百分之八十几对 这个台湾人民 对司法是心存怨对 然后心存不信任之感 最近有很多的 因为刚好要进行私改 11月的时候 要进行一个私改的国事会议 所以最近有一些 司法界的法界人士 包括法官跟简单官 他们说 难道就要完全听从民粹吗 难道要以民粹罪大吗 不以法律为依规吗 我觉得很简单 你知道司法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司法存在的目的 就是对面共产党 毛泽东所讲的那句话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 才是你们司法官存在的 最大重要的目的 否则你们不需要存在 你们不是为一本六法全书服务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当你在用 使法条的时候 你忘记了 法律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 那么台湾过去这些年以来 我对台湾的司法非常非常的失望 自由新政 为什么台湾的司法 需要有自由新政的原因 是因为希望法官 能够基于他的 自己本身的专业 跟他的判断 然后做出一个公平公正 所以我们的法界 我们的司法 叫做一个天平 但天平的前提是 你必须要专业 跟各位说一件故事 台湾的司法官训练呢 以前在你养成的教育里面 你考上了司法官以后呢 只有很短很短的实习机会 跟本人有点关系 因为他们来实习的时候 我觉得 我跟他们聊天了以后呢 那批人现在都已经是 主任检察官 跟一些资深法官了 我发现他们很想要了解 这个社会是怎样 因为他们像一张白纸一样 因为你是口气里面 所以后来我就建议 相关包括检察官 包括法官的部分 应该着量 让他们实习的时间变长 所以现在要几年 多开始比半年 比几年 然后呢 要各个单位都去实习 我还发现很多的法官呢 很想去看 什么叫酒店 什么叫酒家 什么叫舞厅 所以我就赶快叫台北市的警方 安排扩大邻居 带他们去看 什么叫做这些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然你意料要怎么办 今天台湾的警察 很多人 台湾的警察 如果在执行一些公众 所谓的群众运动 太过激烈的时候 我们会谴责他们 但今天警察身为执法人员 他必须保护大多数人的权利 所以他是执行公权利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警察 他在开单的时候呢 这样被人家砍 这一位吴先生啊 他竟然还可以大言不惨的说 是因为 派头坍 他叫他开二十几张 因为已经被开了 后来这辆车停在那个地方 两天不动被开六张 所以看到的时候 非常的神奇 一时气过头 一时气过头 就可以拿出菜刀来砍警察吗 你今天如果因为这样的话 一时气过头 可以拿菜刀来砍你的邻居吗 你今天如果因为贩毒的人 你买卖毒品吸毒人被警察 移送了三四公公 所以我看到警察很讨厌 说我要砍他 可以这样子吗 如果今天连警察都可以砍 那么请问你全台湾谁不能砍 所以今天警务人员 他代表是公权利 就好像之前有一起 警方在面对袭警案件的时候 因为开枪 结果误把这个歹徒给打死 那么我还记得家属讲了一句话说 我只知道我们牺牲 白白牺牲一条人命 但你知道吗 如果警务人员他不开枪的话 他不仅牺牲一条人命 他还牺牲台湾的公权利 他还使台湾能够保护我们的 善良的这些老百姓的警察 都又牺牲了一个 对台湾的警察如果说都自身难保 那又如何能够保护人民 当然就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包括就是说警察是不是 单人执法的问题 是不是有风险过高的问题 那么再来就是说 法官到底也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请教任俊 那法官如果说我们最基本的 你即使不要念书好了 你也都知道砍人的结果 或是把人撞成残废 人家要截肢造成人家一生的不幸 可以这样几十万人就交保了事吗 当然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要不要生压 然后法官要不要裁准积压 这上面当然法律上面 有一些明文条文的一个限制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采良权 似乎是在自由新政上面 比如说第一次这个申请积压 而没有获准用30万交保 我看了媒体的报道 有一个理由是说 因为他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 说他无逃亡之余 对那这个事实上能不能构成 这个能够让他交保的这样一个理由 他是先逃离现场的 他砍了警察要先逃离现场的 他先回家 然后晚上晚上九点的时候才到警察局去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当你用这样一个理由拿出来讲的时候 就会让人家质疑 就是说你的自由新政会不会太过于观光 所以你看你刚刚特别也念到 就是说比如说在之前 遭这个酒驾冲撞的这个女孩子 他一样是裁定交保 所以我们确实目前司法上面 我赞成刚刚瑞德哥所说的 有时候司法改革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研判或怎么样 而是我们现在法官在认知 在做裁量的时候 他在对于法条上的认知是一回事 但对于民众的观感 其实是第二件事情 我光讲一件积压的事情 我有一个检察官朋友 那他其实有时候他会用积压 就申请积压作为一个手段 为什么你知道 他有一次 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办了一个案子 结果这个被告 他就直接跟他讲说 我要积压你 我要生压你 那这个被告一开始也说 我这个缓接下来小案子 你要给我申请积压 那个检察官跟他讲一句话 我现在积压你是在保护你 因为你这个案子你出去之后 会一定有人会对你不利 我为什么要提这样子 以这个案子来讲 你看他露出这个 这个砍警察这个男子 他一走出这个地检署 走出法院的时候 你看人家就要追着他打 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社会 有时候对这个事情 是有一个很两极化的 一个情绪性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当法官 你现在告诉他 那你法官看到他走出法庭 然后被人家喊K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法官怎么想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今天他情绪的问题 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但是严重到他 不管你是不是警察 我们以前看警察是怎么叫 你看老一辈的长辈 看到警察叫大人 你知道吗 大人 因为大家会对警察 他是一个执行公权力的 一个身份的时候 可是你看他 因为他气急败坏 因为他生气 一时失控拿那个刀子 他不是只有装枪做事 你可以看他沿路追砍 我这样讲沿路追砍 是那警察已经摔到地上了 爬起来 他继续砍 继续砍 走出去之后再绕回来 再继续砍 继续砍 你说他 不要讲 有没有叫化的可能 或什么的 这会让觉得 就是说法官 你今天在做这个裁量 上面的时候 难道你不能够 多一点点的思考 在这件事情上面吗 你说台湾的司法 其实现在感觉上 是不是陷入一种错乱 因为毕竟如果说 包括砍警 或说把这个警察 撞成这个残废截肢 那都可以几十万元交保 但问题是 前几 前一阵子的时候 这个澎湖消防员 去宰杀这个保育类的 动物绿西龟 结果是收押禁件 那感觉上 法律是陷入一个错乱 等于没有一个标准可言 我想请教这个委员 你怎么看 其实司法在这个部分 其实感觉上陷入一种 没有标准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就说 其实板桥 为什么会一直开单 是不是也因为停车 不足的问题 也就是这问题 有很多前因后果 你怎么看 板桥是我的选区 发生这些 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不过板桥的确是一个 停车非常严重 不足的一个地方 人口非常密集 然后停车位置 永远不够的情况之下 其实警察开单也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 因为经常有民众 就直接打电话 110 然后请警察去开单 很多 可是接到民众的 检举电话之后 警察不去也不行 因为很多人 直接在线 等你要不要 警察要不要来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出现了 这当然是因 后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我们知道司法改革 在台湾社会 现在是大家期待最深的 可是司法有好几个环节 从侦查 起诉 审判到执行 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还在一起 才能够推动整个司法改革 警察 我坦白讲 从最近 所谓的火烧车的案子 到跨国 到临岸等等 已经证明了 我们的警察 绝对有这个实力 可以凭着科学办案 而且能够有专业的来办案 检察官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至少跟警察配合度是比较高的 现在大的问题在法官这一块 就审判上有太多所谓的 自由财量的空间 乃至于除了恐龙法官 之后还有奶嘴法官 什么奶嘴法官 就不经事事 跟这个社会是完全脱节 不知道在搞什么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一个因为开罚单 然后非常生意 就可以这样砍警察 他不是砍一般人 这样的人 你可以想象 如果他今天又发一个脾气 他要去砍别人 他砍别人 有没有可能 逻辑上当然有可能 预防性激压 对嘛 所以姑且不论这个样子 这个警察的事情 如何处理的问题 这样一个人放回到社会上 会不会有风险 那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 讲难听 我住隔壁邻居都会担心 这个人如果 不小心看他一眼 然后突然砍起来 有没有可能 有嘛 所以这个法官 会不会跟社会的 一般的判断 跟常识差太远了 对 所以他怕是 可能是恐龙法官 或者是奶嘴法官 完全不经事事 是 没有经验法则 这个法官当然是 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 如果法官不做 自己的一个自我反省的话 人民对他的期待 不断地流失的话 是 这样法律体系一定崩溃 法官不断自己讲说 我是独立审判 然后不受任何干扰 那是你的看法 可是社会对你 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 失去信任的时候 这个法官是不值得期待的 所以我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说 台湾的警察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 用枪的实际的问题 对 也就是说 很多人讲 为什么不拔枪 打拔枪 一旦有拔枪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更多 后面的问题 万一讲 有一天 今天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警察 真的基于某种 自卫的理由 然后开枪 甚至把这个人打死了 会不会舆论 用另外一个 炒作的方式说 你看 防卫过当 对 还说他回去要打报告 回去要打报告等等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问题 都必须要透过这个 惨痛的个案 重新的检讨 我还强调一下 警察是人里面的保姆 如果连保姆 面对这样一个待遇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保护他的时候 警察如何保护一般的民众 所以我们坚决地 站在警察后方 做他们的后盾 是的确 警察如果说 自身难保 又如何保护 善良的民众 那只是说 在法律层面 我们的法律 是不是在保护善良民众呢 还是说去纵容加害人 我想讲学人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当然有人讨论说 事后这个警察 是不是只有单人执行 是不是要有双人执行的问题 但这可能又牵扯到 警力不足的问题 甚至训练不足的问题 还有开枪之后 可能又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这也都造成 警察在执法上 可能面临的一个困境 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 司法确实有改革 有改革大概一点点 我这次终于知道 这个法官叫王错光 你知道上次十万块交保 撞断一条腿的那个案子 那一名女驾驶是累犯 他已经累犯到 他的驾照被吊销 然后他千里迢迢 从桃园开到台北来 再从台北开回去的路上 酒驾 把我们的警察 撞到一条腿截肢 结果他说 你不能同一个法官 王错光 说你不能证明 他是故意要撞人 而且应该没有逃亡之余 所以十万块交保 棒照 你知道这对一般民众的诠释 对社会的诠释是什么 撞断警察一条腿 而且他是在执勤 保护我们的中央官员的时候 值十万块 那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直接明讲 所谓的法官独立审判 跟法官在平行时空 乌托邦审判 这是两回事 你知道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没有办法想象 任何有常识的人 会觉得这个吴南 他的情绪不稳 导致拿菜刀 砍我们的执法人员 多次的这个人 没有再犯之可 那你觉得他情绪很稳定吗 你觉得他之前砍人事后下跪 是一个非常能够说理的状况吗 再来 你砍了警察 犯了重罪 我不知道法官到底是怎么样子 他处在什么样的平行时空 这个家伙在当场 是没有叫救护车 没有报警 人跑了 是因为路边的民宅 看得太夸张 商店报警 所以他跑了 然后你说没有逃亡之余 那请问他第一次是不是逃了 他逃了 是他家人发现 哎呀糟糕了 一定会被抓到 劝他回去投案的时候 我们法官天真的觉得 因为你回来投案了 所以没有问题 你没有逃亡之险 那我觉得讲明了 这样子的法官判准 他完全违逆了一般民众的常识 你等于又把一个定时炸弹 放回我们身边 而且你告诉我说 我觉得他不会逃亡 我觉得他不会再犯 所以没有问题 30万就放走了 那坦白讲 对不起 我请大家仔细想一想 一个会为了几千块的罚单 而砍警察的人 为什么30万他不砍法官呢 坦白讲 因为那个钱还会还 那个钱还会还 所以他还是有判准能力 我觉得终究一句话 司法改革就是要拉近 所谓的法匠 跟一般民众之间认知的差距 我们并没有要求 每个人都判死刑 我们没有要求这样的人 要判死刑 而是你该积压的时候 不要让他出来有机会伤人 你应该要做正确的判断 是的确 来请教明贤 你怎么看 现在这位法官是不是 也让真的台湾的这个社会 或者整个的秩序 整个正义公益 陷入一种混乱 其实警察去开罚单 他是在执行公权力 所以当那个被开罚单的 那个无性嫌犯 他杀警察的时候 他其实在挑战公权力 他其实在践踏公权力 那我自己 我自己的亲弟弟也是警察 他也是交通队的 他常常开人家罚单 如果这种案例发生 你对我们家人亲属来讲 那不是担心说 下一个是不是轮到自己的亲人 他也可能陷入一种执行风险当中 人家会担心到交通警察说 我这罚单到底要不要开 我开完之后 人家会从车子里面 拿了一个菜刀就出来就砍 我觉得这种事情 真的是要直白要同一个标准 那法官这种判决 你当然一刑事诉讼法 羁押的要件 有几个嘛 一个有没有串供 他王之宇嘛 第二个本刑在五年以上的重罪 这一部分当然有羁押嘛 那你这个杀警案 过去的几个杀警案的判例 都是本刑 你泡泡之前的夜店 那当然是致死 那个最清本刑都八年以上 那起诉了那么多人 那这一个为什么杀警案 可以这么轻放 三十万就可以交保呢 我可以合理推测 那法官当然基于说 加害者的人权 要予以保障嘛 可是你想到加害者的人权 被害者的人权 你有没有去想象啊 所以这部分 凸显了国内的司法改革的重要嘛 你要把它建立一致性的标准嘛 不要说 撞弹 警察的那个脚 然后杀警 这种都可以交保 后来这一个 因为警方去找他 补处了要件 找他接 打他电话都不接之后 认定他有逃 有逃亡之余 后来才积押 所以我觉得说 警方跟 警方跟法官之间 你的立场是什么 赶快建立一致性的标准 是的确 其实现在台湾的司法天平 似乎是严重 向加害者倾斜 那么让整个社会 可能会造成混乱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还来关心 华航似乎传出了秋后算账 但为何又牵扯出 监察院可能有官输的情况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华航昨天发布 25位异动主管名单 其中地勤副总余志 调任青岛办事处总经理 却有爆料指出 余志担任监察委员的妻子 林亚峰 曾透过监院高层 向交通部长贺诚 但关切 希望挡下人事案 林亚峰博斥说 完全没这回事 来看VCR 我们已经动员了 我们所有的人力 除了我们原来的 地勤服务处的人力 6月24号 华航大罢工 当时在桃园机场 担任地勤副总的余志 忙上忙下 没想到事情落幕后 一个多月 他被降调成 只有11值等的 青岛办事处总经理 虽然华航仍然维持 他原来的18值等 但国民党立委质疑 于是降调 是因为他的妻子 监委林亚峰 曾经因为 淘机捷运BOT解约案 弹劾前交通部长 003跟前高铁局长 华航董事长何暖轩 这根本就是秋后算账 咱们拿18值等的薪水 去干11值等的火 然后何暖轩说 这不叫做降调 我不懂 这个不符合公司企业经营的精神 没有啊 外站我们是他保持原来国内的那个等级 那到外站去是领外站今天 薪水只有升没有降 华航回应调动本来就很正常 现年59岁的余智 在华航工作已经33年多 知道自己被调职后 第一时间已经申请退休 但这项人事案却意外爆出案外案 传出余智的妻子林亚峰在知道先生的人事雕动前 曾经透过监察院高层 向江湾部长赐吴蒙芬 跟江湾部长贺成蛋表达关切 民党立委段一康跟在脸书指控 这位监院高层就是监察院长张伯亚 他把自己当成帮会老大 替监委出头荒唐到了极点 我没有什么高层 我的高层就是人民全体 完全没有 那个时间这么的短促 礼拜五我在外面公务行程 礼拜一派领就出来了 贺成部长我完全不认识他 好我们看到这华航整顿是不是整出问题 我想请教委员 如果说华航要调动一个主管 是不是还要看到他的背景 看他的颜色 看他的政党 那牵扯到这个监察院 因为这个什么余智的太太 又是监察委员 好像又牵扯到这监察院张伯亚 那感觉上这国营事业 是完全都是用政党的人在考量吗 那一个是华航的人事调动的问题 一个是有没有所谓监委 或其他力量去官缩的问题 先谈第一个部分 其实何卵轩接华航董事长之后 我是期待他能够改革跟整顿的 所以我本来就认为 应该有做一些人事上调整的必要 尤其华航长路以来 被大家批判就是说 不论经营效率啦 绩效各方面 还有很多可以检讨的空间 所以人事调整 是董事长的权利 他本来就可以做人事调整 而且本来就应该做人事调整 跟整顿的 那他最后检验的标准 不管他基于什么样 考量做调整 他最后被检验的标准 就是华航的绩效 经过他这么整顿之后 有没有增加营收 或者说赢而赔更多钱的问题 所以先给他一定程度 那接下来我们过一段时间来看 他到底这些调整之后 对华航的管理 华航的经历到底加分还减分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那到底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 因为他老公可能被所谓做调整 乃至于降调 所以去官缩的部分 那事实上媒体的报道 是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监察院 在进行所谓的视察的过程当中 这个高层啊 向交通部的次长 做了一个指示 或者做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希望这个人事 能够做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等等的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那当然是官缩 那更值得观察的是 监察院是负责官征的一个单位 是监督公务人员 有没有贪账往返 自己这些官缩行为的单位 如果监察自己犯了这个条 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那当然应该被公开检验了 所以这个真相不难查 我觉得只要相关当事人 来做对子 做说法的话 真相一定会被查出来 如果说真的是有牵涉的官缩 那包括这个 不管是监委 或说这个院长张柏雅是不是有事人的问题 当然有失格 甚至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甚至更重要的 你自己政治责任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这些人自己应该很清楚 因为他们处理太过这样的例子了 是来请教明显 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国营事业要调整 那难道都是要看这个所谓的 谁的BUG比较硬吗 然后如果说要 自己要被调职 那可能还要请出什么样的 这个政党高层人士 都要来瞧一瞧吗 刚刚那个罗伟员讲得很好 如果真的假设有官说 当事人这些都点出来 无门分 甚至监察院的秘书长 当事人都在 出来对指 把相关 甚至如果要 明朗也可以去调他们的通联记录 讲清楚就好 那有没有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政治人物 不只是他的信誉而已 那涉及到有没有说 如果监委有真的有去官说的话 那有没有涉及到土力或不法 当然要去查 那如果没有 那你真的硬把他扯上人家就官说 而且老实讲 逻辑上我也觉得不太通嘛 那毕竟那个林亚峰 他当初是弹劾过林林山 跟那个和缓宣 那你是我弹劾的对象 那会透过管道去跟你官说 就一般逻辑上来讲 我会比较认为说 比较说不通 但他的老公被调 被外调 他可能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这个所谓的官说的空间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老公要调到青岛去啊 那你觉得林亚峰 那如果我老公讲啦 那譬如说 你是我弹劾的对象 那我的老公 他的老公被那个和缓宣调了之后 我跟他讲 一般逻辑他讲不会有用嘛 那我觉得说 和缓宣 你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去调动一个 弹劾过你的监委的先生 也会让人家有 让人家会联想 你是在秋后算账嘛 譬如说这次一次调动了25个 好你要譬如说专业调动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啊 可是你上海才一个多月而已耶 这有没有让他觉得说 你是政治考量 还是要秋后算账呢 我觉得所有事情 不要用政治 不要用蓝绿来看这个事情嘛 如果你要调动 你半年后 一个月后你调动 我可以接受嘛 你一个月后 你把华航的公司治理 你都了解了吗 内部整个生态 你都了解了吗 第三个 你要调动这些 那你华航 随着那个 蔡英文出榜那一些 十个空服员 现在被工会准备要除民耶 这些人的权益 你有没有去确保啊 现在还要总统府出来 帮你灭火 我觉得何婉轩 这件事情 除你真的是减分啊 那如果真的要 从政治思考 政治考量 对在野党来讲 何婉轩 在华航多待一天 对我们是加分啊 可是我们不会这样想嘛 华航是国家的航空 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 我觉得对国家不利 对整个一个国家的航空 基因也不利 可是明显你说 不要用颜色来看 但问题是 国民党立委出来讲话啦 那感觉上 其实说实在 如果一个国营事业的主管调动 都需要这样子 还要比谁的后台 或者比谁政党 比颜色 说实在 这个国家改革如何推动 我们来看 现在的国营事业 还是蓝营人马吗 包括这国营会的副主委吴丰胜 还有世系工程董事长李建中 中钢董事长宋志玉 还有中华电视董事长蔡立行 以及台湾车辆董事长黄敏公 这些人 那么到底在政党轮替之后 是不是该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我想讲瑞德哥啦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 改革非常的困难 因为特别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后 那只说如果做这样的一个 只是一个主管的调动 都还要看后台 看颜色 那说实在改革路很难行啊 我实在不太了解 为什么过去八年 国民党在国营事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所用的人 就叫嗜财嗜所 为什么现在新政府 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呢 这个叫做政治仇拥 那么我更不了解的是 为什么现在国营企业的董事长 或总经理呢 那么在监察委员 弹劾过他的这个先生呢 你就不能动他 否则你就是政治追杀 我不太了解 那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 你就赶快弹劾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民进党的官员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完全不合逻辑 该掉就掉 不该掉就不掉 很简单 过去八年 国民党的政府 马政府 他是怎么样在国营事业里面的 董事长跟总经理 如何布局的 大家摊开来 看非常清楚嘛 绿营的有哪几位啊 你告诉我嘛 很简单嘛 当然你要说政治仇拥 那就是把不应该 没有这个能力的人 放在那个位置 这叫政治仇拥 如果有专业的话 那我问你嘛 老百姓把票 投给你新政府的结果 就是希望你跟过去 那种无能的政府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拿出 自己的一套 人事的这个 等于说派人来讲嘛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老百姓支持你的缘故嘛 以后这四年的执政 最好最少这四年 这个他因为的执政 当然人家都算你的 所以你国营企业 到底怎么搞 当然是派自己的人嘛 派自己喜欢的 专业的人嘛 那如果做了不好 你就K他 还有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情里面呢 去衍生出来的 另外一件事情 是有没有官说 我跟各位说 这个所谓的官说的部分是说 我没有打电话给贺成蛋 我不认识贺成蛋 这跟有没有官说 是两回事 我现在问监察院的相关的 这些所谓的博台御史们 请问你们到花莲 去视察的时候 当时有交通部的次长陪同 请问你们 有没有任何一个侦察委员 任何一位 包括院长在内的任何一位 去跟交通部的官员 提到华航的人事案 有的请辞职 有的请辞职 希望没有 希望完全没有 你不要跟我讲 你没有打电话给他 或者是说你不认识他 我现在就说 有没有任何人去提到 有你就辞职 不管你是谁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不叫 抛去马英九的话嘛 这不叫官说 什么叫官说 你可以说这个叫关心 这个叫关切 有没有 有的话请辞职 说实在 如果说自己的老公 是在华航任职 那现在遇到调职的情况 那身为监察委员的这个太太 说实在不是应该更低调吗 因为恐怕会引发政治纷争 来请教人居 你怎么看 监察院也扯进去了 包括院长张伯雅扯进去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实在 这种世人问题 马上就要面对 我想因为媒体报导的是 蛮具体的 最具体意思是说 谁打了电话 打给谁 谁接了电话 所以有跟没有的这件事情事实上很容易查 那当然我们其实觉得就是说 每一个不管是不是新政府 我想主其逝者 他对于他的治理的方式 有其各自不同的想法 那你过去在每次政党轮替之后 事实上很多人也都批评 反正落选都一定会批评讲说 你就开始要酬用了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大家还记得当时这个我们的桃园机场 淹水漏水干嘛弄了一大堆 李李大利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骂说 你当时现任的这些人 以前这样排去 酬庸干嘛的 那我记得那时候国民党也讲说 你就把他换嘛 你就把他换掉嘛 你觉得他不行 你就把他换掉 那华航这件事情 现在他用他的人事的权力去换的时候 就说你干嘛急着换 你了解状况了嘛 所以我觉得不要 我觉得某种程度 当然我觉得支持 我也觉得赞成 某种程度赞成民贤兄所讲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在很贸然的状态之下 去做了很多的人事变动 那你要不要负责责任 你是要负责任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公司 营运绩效的问题 可是在人事的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会发现到这是一个 一个是我用我自己的权力 我去把这个所谓的职务进行调整 可是另外一方 所谓被认为说有关缩的那一块 是他有被调整的人 疑似他的谁 或者透过某种关系 是希望能够暂缓调整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以很快的查 要查其实查 可以查得很清楚 不是说你什么礼拜五公出在外面 礼拜一派任就出来 也不是这样子讲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看待 这些有权力的人 事实上过去到现在最为人诟病 就是说你有权力 你应该为民众服务 而不要被牵扯到就是为个人 或为私利去进行 关说关心或者关切 这个都会让人家觉得说 如果今天你比如说以监察院来讲 监察委员的身份 如果都被人家疑似说 你现在刚才为了要求 自己家里的事情去做这个 难怪过去大家会一直觉得说 你监察院的这个效能 或者是效力 到底是负责什么东西 人家讲说你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最有权力的一个单位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上了 媒体的版面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为了自己的老公可能被调职 你刚才说如果说要调查 那谁应该来调查这件事情 谁的角色比较深 因为他是监察委员 本来本身就调查别人 那现在他要如何接受被别人调查呢 被就是被质疑的这个监委 他出来讲没有 那我刚刚讲了 媒体报道其实很清楚 有人接到电话了 那这个接到电话了 他愿不愿意也来说 他没有接到 或者没有被关切 我还强调民众其实最讨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过去大家的批评旧政府 或者批评到过去某一些掌权者 他每次都为了自己的私利 立法院也曾经为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 到最后搞到什么马王政争 柯建民也都陷入到这样 都是为了说传出来说 我只要关心自己的事情 我想这个案子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大家很放大去做检视 所以这个新闻传出来 当然对监察院是不好的 那张伯雅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好你要捍卫你监察院的 这个所谓的清白 或者你至高无上的状态 我倒觉得你就好好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这个已经事关到监察院的官真的问题 来请教这个学和你怎么看 当然现在谁来调查 恐怕就是一个问题了 监察院都在监察 这个都在调查别人 现在自己要接受调查 那问题是谁能够来调查他 还是华航应该出面 我觉得第一个 我其实看段仪康脸书 言之作作 那我想他应该有很完整的证据 可以指控的话 那不妨把它公布出来 到底谁打了电话 谁接了电话 但我因为他的言论 我由于过去关于曲棍球的一些关系 所以我特别再去查证一下 他说余智 这个在华航罢工的两天根本没有在现场 但实际上27号我很确定他在现场 因为你看了新闻 刚新闻就拍到他直接被人家指着骂 那到底有没有错 或是需不需要再去查证 我觉得段仪康可能要稍稍善尽查证之责 但我觉得一切退回最根本 就是华航董事长是不是仇庸 其实我们大家都同意 要看年底的经营成果 那如果你年底经营成果好 那我从容给你 我也是为国举财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跟刚刚讲的这个余智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其实完全不认识他 说他好人坏人我不知道 但我只是在想 如果用公司治理的角度 这一次对余智的调动 到底是他表现太好 还是他表现太坏 第一个他18指等被调到 这个我们说青岛去 那好18指等调到11指等 照说应该是坏 因为你表现不好 我们把你调到一个偏远小地方去 结果刚刚总经理出来讲 等等18指等调到11指等 结果你领的还是18指等钱 而且还有外占津贴 所以也就是他钱变多了 那问题就是 那你用逻辑这样一想 就是那在公司治理的角度 你把一个资深的原先负责地勤 其实跟这一次的抗争 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副总 调到这个青岛去 然后给他更多钱 那到底是表现很好吗 如果是表现很好 为什么会有关缩的传闻出来呢 难道余智慧说 不好意思我拿太多钱了 麻烦我老婆赶快帮我关缩一下 千万不要拿这么多钱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逻辑说不太通 我觉得我蛮期待的 其实是我觉得抗争圈只有一个经营的角度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要尽责 你就跟股民 跟你的那些股东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调动 是他好他坏 或者我觉得他糟糕 不听我话 我觉得你解释清楚 可以让很多的事情适宜 而不是大家在那边猜来猜去说 背后到底有没有政党斗争 到底有没有颜色的问题 讲清楚 你毕竟是一个国营事业的经营者 你要对国家跟股东负责的 是的确 一个这个华航 这个国营事业的一个主管调动 竟然搅乱政治的一池春水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还来关心 这立委顾立雄 希望将这个毒品能够医疗前置化 被我们这个血痕批评是这个除罪化 真有这样的情况吗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立委顾立雄举办毒品医疗前置化工厅会 那么重点就在于乐界后不起诉不审理 被我们这个翟神朱学院批评是除罪化 那么事后呢 这个顾立雄他也在脸书上澄清说明 他说呢 这医疗前置化并不等于除罪化或合法化 那么进行医疗前置化的相关修法呢 并不会影响适用毒品罪的既有刑罚 那么让适用毒品的人呢 在被监禁之前 借由医疗化的方式 真正改善药物成瘾的状况 那么大家面对毒品的问题的目标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没有那么不同 也无需争锋相对 需要的是共同找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做法 好 这是顾立雄最新的澄清说明 那只是说这个他希望能够的 这个所谓的前置化工丁会 最后是不起诉跟不审理 来 这个学恒你怎么看 他的确是往这个除罪化方向去走吗 我觉得大家直接看一下 不然到时候这个段一康等人 又说我抹黑带风向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这个顾立雄在他的修法工丁会上面 所提出来的修法方向 那你明确的看到 他所有的条列都是不起诉不处分 只要你能够借引成功 最后的结果都是不起诉 换句话说 顾立雄话说很漂亮 我也同意 大家都要解决毒品问题 特别是蔡英文总统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其实提到了要跟毒品宣战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毒品宣战 会被诠释为所谓的医疗前置化 坦白讲在刚刚那张图里面看到医疗前置化 就是在他治好之后 你才有可能考虑要不要施以徒刑 而这样子的修法 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私底下讨论一下 在场有些前辈给了一些意见 就是我们现在如何抓所谓的药头 或者抓毒销 制毒者 一般来讲都是透过消费者 也就是那些吸食者 那些购买者 循序抓上去 然后你才抓到这些药头 不管是提炼安非他命的 提炼K他命的 或者从国外进口 海洛因 骨科检等等的 那现在第一个 这样子的修法 你会没有考虑到联动性 也就是以后在这个 顾力从手提出来的案子里面 它确实是出对话 你的一二级毒品 我要再强调 一二级毒品不是K他命 一二级毒品是成瘾性 非常强的包含了海洛因 包含了鸦片 包含了骨科检 那你要加以治疗 然后只要戒影成功 就可以除罪化 不用有任何的刑者 在这个状况之下 第一个我要提醒大家是 那日后相关的刑事追究 你要怎么做 你还抓得到药头吗 坦白讲这个东西 有一些争议 那第二个 我也必须要讲的是 在一个天真而单纯的世界里面 一二级毒品 只有我们刚刚讲的 海洛因 骨科检 鸦片 而且这些东西成瘾化之后 非常难戒断 但容我提醒一下 毒品的世界是不停地在改变的 2009年开始 有一种新的毒品被提炼出来 人工合成的 叫做Bath Thought 2012年他在美国开始 第一次崛起 发生在一个案件里面 叫迈阿密食人案 迈阿密食人案 是发生在迈阿密里所 一个大桥上面 桥上躺着一个流浪汉 结果忽然间有一个 叫做尤金的年轻人 直接攻击这个流浪汉 而刚好被媒体拍到 那个画面极尽残忍之能事 因为尤金把这个流浪汉 脸上的肉 硬生生啃掉75% 他后来被他活活咬死 而这一个尤金的年轻人所用的 是没有列在任何国家的 一二级毒品里面的Bath Thought 就是我们所谓的预言 因为这个东西是 拿来取代那些 已经被列为一二级毒品的 毒品的时候 他被提炼出来 那你也知道 要头就是为了要赚钱 他才不管使用的结果 所以你知道他导致的状况是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算你只是第一次使用 你产生的幻觉跟攻击性 已经大到足以伤害他人 2014年发生了另外一个案例 在Pansylvania 宾州 一个爸爸吸了预言之后 我要强调这个在之前 这些人都没有被警方逮捕过 也就是他是第一次 在官方记录上的失用 他当场活活砍死他的五个孩子 那我觉得大家要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理想世界非常好 我们当然知道 教育体制能够所谓的安全网 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世界 可以去依靠 可是问题是在现实世界 你面对的是社会 没有这么简单 我最后补充一个 现代人可能不知道 顾力雄也是反对将K他命 从三级毒品变成二级毒品的 因为他觉得我们要给年轻人 好奇尝试的机会 但请 但没问题 不是给他这个机会 这个好像鼓励他们吸毒 这是鼓励雄的脸 没有没有 这是过去讲的 没关系 没关系 学员其实在表达就说 吸食毒品说实在会让人精神上失 造成后果非常严重 没有不是对不起 我要再讲的是第二个更严重的事情 你如果去现在社会上打听 你知道什么叫二手K毒 因为你常去KTV 你常去Motel 甚至你家附近有人在家里面吸K毒 从那个厕所的管线飘到你家的时候 你目前的状况 你同样会亢奋 你同样会有兼职性膀胱炎 这个毒品的问题真的非常严重 当然就说这个宅孙所强调 就是说后果非常严重 那只是顾力雄他也澄清了 这并非除罪化 而是在监禁之前要改善药影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民进党列委也给予申援 像这个王定元 他就在脸书说 有人不了解 或是故意要带风向 黑了顾力雄以及民进党 那再来段一康也说 这种简化又扭曲的说法 不但不公平 而且根本是恶意的抹黑 来请教委员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顾力雄 他的这个利论 真如这个学员所说的 是太单纯化太理想化吗 我先讲一个结论 就是说医疗前世化 不等于吸毒除罪化 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直接问 他第一次吸毒被抓到之后 你要不要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 有没有罪行 如果他可以戒掉 请问怎么戒定戒隐 委员你要告诉我 他有一套医学都现在胜利 现在没有办法完整的借义 如果第二次 他当然就没有所谓的 请问第一次是不是除罪化 第一次是不是无罪 你顶多讲说第一次戒毒成功 就除罪 那第一次无罪吗 没有我就讲了 一二级毒品第一次也无罪 我讲 他是简化 完全简化到等于吸毒 我没有说等于你在我原文里面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我把他解释清楚 我把他解释清楚 我们先问个问题 今天有一个人吸毒了 不管他第一次 你把他关进去监狱的理由跟目的是 希望达到什么效果 是惩罚这个人 还希望透过把他关起来之后 希望他出来不要再犯 乐戒 目的还是希望他不要再吸 但如果反过来讲 如果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让他最后还是不吸的话 那是不是调用监狱的方式 也不一定哦 换句话说 在进监狱之前 如果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他可以戒除毒瘾的话 也许粗犯 顾虑医师特别加强 粗犯者 也许如果是年轻人 因为粗犯 然后第一次把他关进去 然后人生就只有污点的话 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所以我讲 关人 处罚他 如果这是目的 那我没话讲 吸毒 关起来 脚医速毒 关起来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不是希望这样子 我们希望他关进去之后 因为某种因素 贺阻 未来贺阻等等 希望他不要再吸了 所以目的是一样的 就希望这些吸毒者 经过监狱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处罚之后 希望不要再出来 如果认为说 一个吸毒者 一旦进去 一旦吸毒 一辈子都会继续吸毒 那关一辈子嘛 也不是这样子 人俊 因为外界也会担心 如果说没有关进去 那是不是对社会 也会造成一个风险 毒品对于社会的危害之大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某种程度 我赞成你 刚委员讲 但我也反问一件事 那第一次酒驾 为什么 犯罪行为 那我就讲嘛 现在你现在吸食毒品 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嘛 那你们认为说 今天我因为 因为某种的方式 我可以让他从此不再吸 我也可以讲 我第一次酒驾 我第二次我就不敢了 那我是不是第一次也不要判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立法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讨论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很多吸食毒品的人 他到最后自己也成为要头 他也成为贩卖的管道 所以我觉得 你今天要提出这个